讀檔,讀檔的話是用Open裡面的哪一個檔的R模式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讀進來 但是將來如果說我希望產生一個report 也許這個報表我希望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就是說 透過python去幫我產生一個eng的report 它的報表 這個報表的話當然我們是希望把最後的結果寫在這裡 總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呢本班成績是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 最高幾分最低 有沒有本來是print出來 現在不是print 我就直接把這個做完的結果就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同樣一個路徑的旁邊 也許叫做eng底線report的縮寫 report的縮寫 OK那我們就是什麼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需要這個裡面的字串 我們之前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是把這個是做一行 然後這個一行 所以分成四行去輸出 那如果說你那個把它寫出去的話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資料寫出去的話 那勢必你需要用一個方法 叫做write 所以你會發現喔如果你要寫檔的話 是跟前面這個 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把 r改成w 我講過有沒有 r改成w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是本來是read 有沒有 你把它改成write就可以了 有沒有 但是read因為前面要接嘛 所以前面會有一個變數 write前面沒有啦 所以write前面不需要有接 那你把需要的這一串喔把它寫出去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寫出那些東西啦 這麼長一串 那實際上啦 我是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地方write 我是write的話呢 我是把 這前面這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 分別把它串在這裡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串要怎麼串喔 其實 最終還是用formate啦 因為如果你不用formate的話 基本上很難串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可以把共有幾位學生對不對 把那個 自串 這個把它複製到這裡 自串的話 就直接複製過來 那裡面的資料 我們乾脆用 一個大瓜糊來表示 OK意思是說啦 以後的這個地方呢 會需要有一個 有一個變數 幫我放過來 那換行的話就反斜線N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共有本班的總成績 有沒有 這一串 其實可以拿原來這些啊 就是把formate 這一段 把它放到這個 這個什麼 雙號裡面的東西放在 那個 反斜線N的後面 有沒有 就是 共有幾個學生 換行 本班 成績 一個大瓜糊 平均成績 又一個大瓜糊 取到小券 的 第二位 然後反斜線N的話就換行 最高分 所以再把最高分 冒號 放在這裡 一樣在反斜在大瓜糊 就是放最高分的地方 在反斜線N 然後呢 在最低分 冒號 有沒有 OK 那一樣的話呢 在這邊加一個大瓜糊 所以 裡面的話呢 總共會有幾個大瓜糊呢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所以呢 後面的話呢 就 雙引號的外面 加什麼 點formate 然後呢 把那個什麼 第一個就放什麼 放他的成 這個 總共幾個學生 這個時候就不用轉型了 所以你把L1N這個 算裡面幾個學生 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放在第一個 這個formate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放什麼呢 放Total OK 反正以此類推 我這邊上面有寫 Total 然後平均有沒有 然後最高最低分 反正總共會需要有 這些變數 好這樣子 OK 所以Total Average 最高分 最低分 然後呢 這個刮符 是對到前面的formate 後面可能還記得 這個printer 所以這個後刮符 對到 write的這個 部分 OK 這樣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你就怎麼樣 把它write出去 就完成了 我們這個輸出的 這個文字的部分 所以特別注意 底下的這個close 你可加 可不加 你如果不加的話 其實程式也一樣可以run 不過習慣上 反正如果忘記加 其實好像也不影響 只是說會有個地方會有影響 哪個地方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report就出現了 怎麼裡面是空的 打開看一下 原因在這裡 close 我看 因為你如果沒有把檔案關掉的話 他一直會 把它luck住 也就是說 你就沒辦法存取了 我自己想 執行一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 close 打開 有了 有沒有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還有一點啦 就是如果你現在刪除檔案的話 是可以刪喔 可是如果你沒有加close 我印象中是沒辦法刪檔 因為他會把它luck住 有點像把它 放在記憶體裡面一直沒有把它清掉 我試一下 這邊執行 再執行這個 裡面就空了 所以 close可能還是要加一下 而且你按右鍵刪除 它好像不能刪 因為你沒有把檔案關掉 也就是說這個f物件 一直在記憶體裡面 沒有辦法刪除 有時候輸出也會錯誤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如果你要再增加一個report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輸出那個report的結果 畫面呢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先幫我做一件事 第一個 產生一個檔案 叫member.tst 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根木屋底下 就是這個地方 member.tst 然後呢這個member.tst 它產生的方式 第一也是跟剛剛一樣 我再做一次 這個 可能要把它 剛剛好像沒有close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close 因為有時候沒有close掉的話 它有時候沒辦法 刪除檔就沒辦法刪掉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增加這個檔案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按右鍵新增一個檔案 然後呢 把這邊的資料 整個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它 第一行呢 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第二行 其實應該算 第二行的話 才是 第一個 第一個 會員 總共的話 有50個會員 存檔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把它儲存 儲存的時候呢 可能要請各位 注意一下 這個編碼 OK 這個編碼因為我們現在是win10 win10的記事本 它預設的好像是utl8 可是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還蠻重要的喔 因為如果你編碼不一樣的話 會產生錯誤喔 會產生錯誤喔 什麼地方會錯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假設預設是utl8的儲存 把它存檔 再來的話 怎麼把它開起來 其實很簡單嘛 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第一個的話 我們 f 等於open 有沒有 有沒有一樣把那個 檔名 副檔名告訴他 那r模式喔 後面的話呢 我先不要給他編碼方式 然後呢 我要把資料呢 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現在把他全部讀進來的話 我不要讀到串列 可以啊 你用s 等於read 不用readlite lite的話是 一個串列 所以我們read好了 把它全部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呢 幫我把他怎麼樣 把它print的出去 那一樣close啦 其實這個這個地方沒有close 也沒關係 除非你要把檔案刪掉 OK我們先 三行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呢 這三行 就可以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再把它print的出去 OK 但是呢你會發現執行的話會有個問 狀況發生 什麼狀況呢 他出現什麼 unicode 有沒有 DecodeL 編碼錯誤啦 解碼錯誤啦 我要把檔案讀進來的時候發現 我用unicode的方式 我跟你講 我要 把它 讀進來的時候發現錯誤 為什麼錯誤呢 因為我們剛剛 你們還記得嗎 我剛剛這個地方 另存的時候 我是用utl8 可是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 這個地方 預設了喔 他不是用utl8 如果你用utl8就錯了喔 那怎麼辦喔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什麼 你要不就是存檔的時候 把它存成什麼 另存新檔 存成 ANSI 特別注意喔 其實以後記得存檔 反正你就記兩個最終 一個是utl8 就是utl8 就是utl8 第二個的話 ANSI ANSI的話 其實在 Python裡面把它稱呼叫 CP950 就是微軟的編碼方式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 我們剛剛utl8 你把它改成 定存的時候 編碼改成ANSI 存檔 蓋過去 好 我其實程式沒改動喔 我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程式喔 沒有錯誤 資料呢 一樣就把它讀進來了 有沒有 沒有錯喔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呢 其實它這個F物件 預設的話呢 它的編碼方式是ANSI OK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但你可能想說老師 可是有些狀況呢 我沒有辦法變更耶 像我們現在是可以定存啦 可是有些地方 它沒辦法變更 而且或者是檔案太多了 如果要變更的話 每個都另存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喔 假如說我們不變 原來utl8 我覺得utl8的話 可是喔 怎麼辦 你現在執行的話 一定會出現錯誤 所以喔 如果說你不改那個 編碼方式的話 那你就變成你要在這個程式裡面 多加一個參數 後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最後一個 這個哪個參數 這個參數 encoding 冒號有沒有 你就跟他講說我用用utl8的方式 來 做那個 這個讀檔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加一個 參數叫encoding 如果你不會拼啦 你會發現它這邊會顯示 就這個 en coding Ding Ding 它會跳出一個等號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呢就請你加 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呢就是utl8 我習慣是 用大寫 utl1-8 那意思是說 你不要用那個 NSI 或CP9 那種方式 幫我開檔 你幫我用utl8這種 編碼方式 開檔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然後賣執行給 剛剛會錯的話 現在會不會錯 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就不會錯了 一樣照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 你的那個 檔案 假如說 下載的話是utl8 那記得喔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加一個encoding等於utl8 但是如果你那個檔案 假如說 MSI的話 那記得喔 這個 這個參數不要加 加了反而會錯 OK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現在已經把檔案讀進來了 可是喔 待會我想要做個變化 什麼變化 我希望喔 因為這邊總共有50個會員 那假如說呢 我不要這麼多啦 其實我只希望讀到的是前10個就好了 前10個 那我怎麼限制讀取的數量 就剛剛同學問的喔 那特別注意啦 如果你用read的話 那你可能比較麻煩的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是不是sprint了 可是問題sprint它中間有沒有分割的東西 其實是有啦 反斜線N嘛 也可以用sprint 用反斜線N來切割 如果你不用sprint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什麼 Reader Readerize 有沒有 意思說 把這邊呢 一行一行幫我讀到串列 所以喔 前面的s變數 你就把它改成叫什麼 叫list 我習慣叫list1啦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這個資料呢 讀到一個list裡面 我把它print出來給各位看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print過來的東西 就會長得像這樣 一個中國阿胡 然後第一筆資料 後面一樣有個換行 第二筆資料 一個換行 那可是問題啊 我現在不要這麼多啊 我現在只要什麼 只要前10個人就好了 也就是包含這個欄位名稱 還有後面一直到1到10 這些會員 然後幫我用橫向列出來 列表 這一定要怎麼做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想到一個方法 要回圈 For I 怎麼樣 InRange 打錯了 Range 從哪個編號呢 一樣從0開始 OK 從0開始 其實喔 如果你從0開始啊 其實你 0到點是可以省略 不打沒關係 你就直接打 那到哪裡了 這是0嘛 這是1嘛 到10 這個是10 如果你輸入10的話 跑到9啦 所以這應該是11 OK 冒號 Enter一下 範圍跟他講 再來的話呢 幫我一個個提取書 這個print print什麼 print 那個 List 特別是喔 List1這個串列 第幾個 中瓜糊 裡面放個i就可以了 他就會先抓0 0就這個 再抓1 就這個 再抓2 再抓3 那不過你會發現 print的結果會怎麼樣 應該不會連在一起 會多一個換行 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這個資料裡面喔 後面就多一個換行 那print又一個換行 所以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他兩個換行 因為他本身就有一個 有沒有 一個換行 那你print又一個換行 變兩個換行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其中一個換行拿掉的話怎麼辦 其實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把 他原來的這個換行拿掉 要不呢 就是把print這個換行 取消掉 print這個換行 取消就好像比較簡單 有你記得嗎 對 and 等於什麼 一個 空字串 這樣子最簡單 有沒有 然後把它執行 有沒有發現 前10個就OK了 編號 加前10個 我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我有沒有用什麼方法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叫點strip 可能要多學一個 一個那個 函數啦 一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叫strip 這個strip的話就是你要去掉什麼 頭尾喔 特別叫去掉頭尾的 什麼 字緣 所以如果你要去掉頭尾的什麼字緣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加上 反斜線 意思是說 如果頭尾有出現這個反斜線N的東西喔 那你就幫我把它去掉的意思 這招也可以學起來 如果你不要用那個 去除換行的話 那用這個方法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也是OK的 有沒有發現 執行的結果也是可以的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把print本身的換行拿掉 要不呢 就是用這個strip 這個strip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將來從網路上爬取資料的時候 常常遇到 多一些東西 你要把它拿掉的 用這個方法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我們是希望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是希望前10個會員就好了 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我只希望兩個欄位 因為這邊有五個欄位 編號 姓名 生日 血型手機 那假如說我今天只要 姓名 跟什麼呢 跟手機就好了 其他不要出現 所以等一下的話 你們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 把 除了姓名跟手機以外的其他 三個欄位把它去掉 不要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就有點像雲端上看到的吧 底下這邊有 這邊 類似像這樣子 只需要兩個欄位 姓名跟手機 就好了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後悔 醫生